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13 毛崇拜令人发指的暴君 各位听众你们好 下面占要播送李治随医生的LT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GT 的第一篇第十节部分内容 这一部分技术毛不但认同中国的帝王 而且崇拜令人发指的暴君 毛对自己的形容置为贴切 1970年12月10日 毛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 引用了一句歇后语 我是和尚打伞 以说明他自己是无法反无天 那天的翻译 对此一些后语不熟悉 因此将这句歇后语 翻译成一个孤寂的和尚 打着破伞 在语中举举行走 因此斯诺和许多记他之后的无数学者 以为毛有一种悲剧性的孤寂情节 这真是个天大的误解 毛其实是在大言不惭的告诉斯诺 他就是神 他就是法律 无法反无天 毛常告诉我 我念的是陆林大学 毛是个彻头彻尾的叛逆分子 他反抗所有的权威 力求驾驭 一切从最高政治决策 到他日常生活中 最微小的细枝末节 中南海内凡事都需经由他的首肯 甚至江青的衣着打扮 中国的重大决策 必须通过他的批准 毛没有朋友 自外于一般的来往接触 他和江青很少聚在一起 亲生子女更少 有一晚在上海 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 顶上的一名幼童尸首 头朝下跌到地板上 这是舞池 没有任何保护设施 轰隆一声巨响 大家都尖叫起来 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演员 急得好淘大哭 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 全场一片闹哼哼时 毛与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团员 仍在说说笑笑 喝着茶 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事后毛未过问又同的情况 毛虽然行止孤独 消息却很灵通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床上 一连好几天指照见睡袍度日 但他勤于阅读 并总要他身边的人 用口头或书面 向他报告中国境内和世界大事 因此他对上次中国偏远地区到全球各地 下至他公围中的青亚夺权 都了若执掌 毛痛恨凡文入节 1949年 当时政务院典礼局局长于欣卿建议 按照国际礼节 应该穿黑色衣服 穿黑色皮鞋接见外国大使 毛听到后 大发脾气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 搞他们那套做什么 他穿灰色中山装 胶底黄色皮鞋接国书 从此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也一律穿灰色套服了 于是持名于是的毛服 也就随之出现 于因此被调职 文化大革命时 于心轻自杀 毛拒绝服从任何时间表 他神出鬼没 行踪飘忽不定 每回他出去散步 回程一定走另外一条路 毛对历史有特辟 看得最多 常反复翻阅的是历史书籍 他看过很多遍二十四史 因此他惯于用过去 来注视现在 他对一些 历史人物的评论 与我过去的想象完全相反 毛的政治观点中 没有对道德的顾忌 我在知道毛不但认同中国的帝王 而且崇拜令人发指的暴君后 非常震惊 毛不惜用最残忍暴虐的方法 来达到目标 毛认为在中国历史上 商周王开辟了东南大片土地 使中国的疆土东抵大海 毛认为商周王对中国的民族统一 亦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比干这些人反对周王的开拓 疆土政策 当然要杀掉 周王搞了些女人是事实 但是哪个皇帝不搞 毛说 秦始皇是中国的广阔版图 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基人 至于焚书坑儒 焚的是宣传分裂的书 坑的是主张分裂的儒 而且杀的儒生不过460个 实在算不上什么 有些人在这上面大作文章 真是抓住一点 尽量扩大 不具其余 完全颠倒黑白 毛对武则天推崇被制 后来文革中江青以武则天自居 有一次他同我谈到武则天 我说武则天疑心过大 告密过烂 杀人过多 他说武则天代表中小弟主阶级利益 进行改革 唐氏的宗室豪门大族想设法推翻他 是事实 不是他疑心大 不用告密